国盟质疑政府为反对党制定的选须拨款草案 设下了非比寻常的条件 认为这并非真心诚意的想要帮助在野议员 他们还预告将在近期发表重要声明 国盟主席丹斯李慕尤丁 今天在柔佛马哥打补选提名的现场召开记者会指出 国盟认为政府设下的条件不寻常 他透露国盟已经针对了拨款草案召开会议 出席者包括了在野党国会议员以及国盟领袖 慕尤丁表示国盟对草案感到不满 他批评政府将事情复杂化 似乎并非真诚地协助在野党的人民大议事 国盟党编达纪尤丁之前就透露草案的七大条件 包括支持现任政府直到国会届满 禁止发表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三二言论 以及必须申报资产等等 禁止发表涉及伤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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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